中国绿茶跟这个红茶乌龙茶等其他茶类一样 都是用茶叶的鲜叶加工制作的茶叶 它同红茶呀乌龙茶等其他茶类的核心区别 在于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 茶多酚的氧化程度不同 相对于乌龙茶红茶和黑茶等其他茶类来说 绿茶的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的茶叶加工过程中 茶多酚的氧化程度最低 也就是说如果用同样的茶叶的鲜叶 加工成的不同的茶叶的种类 那么绿茶呢是茶多酚氧化程度最低 茶多酚的含量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种类 所以茶多酚在抗氧化抗衰老抗癌这方面的功效 是相对其他两类的说效果最好的一种茶叶